晚安你好 欢迎收看民視晚间新闻抢先报 我是刘芳慈 随着农历年脚步近了 我们带来看这是由台中市议员郑恭敬 当前领头羊发起韩式送暖餐会 洗开100多桌菜色十分的丰富 就是希望可以给弱势民众提前在过年前 也可以享受到美食感受到温暖 要清爽过年的话 家家户户这个时候也会趁机大扫除 那么许多家具就要太旧换新了 不过我们带来看在基隆街头出现奇景 清洁队回收旧沙发 不是用回收车载到回收厂报废 而是把整组沙发丢进有这个大钢牙的垃圾车里头 当场压缩破坏 就连床板置物柜全部都丢进去销毁 民众看到直呼原来是这样有点惊悚 过年走春去 太鲁阁国家公园是很多人会去的景点 但是因为国内外游客都相当多 以往过年通往国家公园的中横公路都会塞车 塞到变成一个大型停车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了免费的游园专车 同时也施行交管 希望不要让游客因为塞车败幸而归 新北市金山七年活动中心是不少五六年级生校外教学或者是露营的好地方 但是因为土地地上物租约等等问题近年来争议不断 在新北市议员张景豪的协调之下终于有了最新结果 是新北市政府同意再租给旧国团四年 不过等到起满就终止成租 那么未来地上的建筑物将会全归为新北市政府所有 也希望透过市府挹注资金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整顿 带动金山区的观光